走到人生边上 作者 杨将 摘字 杨将先生 走到人生边上 自问自答 按基督教的说法 人生一世是考验 人死了 好人的灵魂升天 不好不坏 又好又坏的人 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 获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 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 也能升天 大凶大恶 十恶不赦地下地狱 永远在地狱里烧 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 人生在世 遭遇不同 天赋不同 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 又天生性情和顺 生活幸运 做一个好人很现成 若处境贫困 生性顽劣 生活艰苦 堕落比较容易 若说考验 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 同等的学历 同样的题目 这才公平合理 佛家轮回之说 说来也有道理 考验一次不够 再来一次 但因果之说 也使我困惑 因因果果 第一个因是什么呢 人生一世 难免不受人之恩 或有惠于人 又造成新的因果 抱来抱去 没完没了 而且 没良心的人 受惠于人 只说是前生欠我 轻率的人 想做坏事 只说反正来生受罚 窃图眼前便宜 至于上刀山 下油锅等等酷刑 都是难为肉体的 当然 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 我都不是理解 但是 我尊重一切宗教 不过 宗教讲的是来世 我只是愚昧 而又渺小的人 不能探索来世的事 我只求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了一辈子 能有什么价值 天地生人 人为万物之灵 神明的大自然 着重的该是人 不是物 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 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 要求自身完善 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坚信 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 他们所谓 什么都没有了 无非断言 人死之后 灵魂也没有了 至于人生的价值 他们倒并未否定 不是说 留下些生明吗 这就是说 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 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 异乡攻城 忘骨枯 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名英雄 更受到世人的崇敬与爱戴 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 正中 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 都有赖 无数默默无闻的人 为他们做出贡献 默默无闻的老百姓 他们活了一辈子 就毫无价值吗 从个人的角度看 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 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 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 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 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 生明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 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一代又一代的人 从生到死 辛辛苦苦 忙忙碌碌 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 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 区服务福苦 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 俗正 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德 德就是得到的功德 有多少功德 就有多少价值 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 而在灵魂上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 不是垂由理性推断出来的 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统治者只要借人类 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 因事利导 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 前信宗教的不限于迂夫迂父 大智大会的人 大哲学家 大科学家 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牵诚 远胜于迂夫迂父 一个人有了信仰 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佛家说 人生如空花影 一切成空 佛家否定一切 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 若父有人能生信心 乃至一念生静信者 得如是无量福德 若父有人 于此经中受持 乃至四句皆等 唯他人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佛无相 非但看不见 也无从想象 能感悟到佛的存在 须有经久的锻炼 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 就是助人得福 就是助人得福 功德无量 我站在人生边上 向后看 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活一辈子 锻炼了一辈子 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 能有成绩 就不是虚度此事了 向前看呢 再往前去 就离开人世了 灵魂既然不死 就和灵魂自称的我 还在一处呢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 锻炼出一批又一批 品质不同 而且和原先的品质 也不相同的灵魂 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 我能知道什么呢 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 我无从问起 也无从回答 孔子曰 未知生 焉知死 不知为不知 我的自问自答 只可以到此为此了